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市場,我是英雄市場 今天呢,出外取材的時候 原本只是想要去那間店買一些東西而已啦 後來呢 因為我們的工作室有一面牆非常的斑駁 一直想要找一些海報來填補那些缺口 我們想要這間店的老闆非常的阿沙利 好不好 不要看這個,真的是很多欸 本次的海報呢 是由遊戲護照提供的 他們變成阿沙利沒有收任何一毛錢 然後就給我們這一圖 想必呢,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好好地運用一下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總共我們拿到什麼呢 大概跟你們介紹一下 據說是,現在超人他兒子 然後大家都知道了 這張我覺得蠻滿意的 就是剛才那個香吉士被迫接位那個 這個,還不錯 下一位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這個BL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哇哇哇,這個畫風真的是蠻漂亮的喔 喔喔喔喔喔喔 你笑那麼大聲完全不認識有沒有 嗨嗨嗨 嗨嗨嗨 嗨嗨 最後 欸咻 你的名字 這張非常我們厚臉皮的把它 從店裡面隔下來 他這個是黏在他們櫃檯前面的 算是一個扛棒 但是我們就是在那邊 欸這個好像好像不錯耶 聽到我們的切切私語 然後他就直接 那我幫你隔下來 他直接隔下來 對是直接隔下來 你整個加碼囉 加碼 登場 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全新的 沒有貼過的 全新的耶 他連他在店裡面都沒貼耶 就直接送我們了 對啊 欸真的 好不好,遊戲護照是不是 英雄日常 記得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哈哈 免費工商 好 今天的主題其實就是要用這些海報呢 其實我們這個工作室算是蠻 蠻漂亮的啦 其實整個副景都蠻漂亮的 但是有一面我真的是很不滿意的 直接看這裡 這裡為什麼會變這樣 來我來稍稍稍來解釋給你聽喔 原本呢這個牆壁已經有一點 像這樣子 就是它已經快要剝落了有沒有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看了就很不舒服啊 然後我就 我就撕了它一下 手掌啊 我就手掌撕了它一下 然後整個飄掉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用這個海報 打造一面 完美的動畫之牆 好不好 這個相信很多人的夢想 就是這樣子啦 今天就要來幫你們實現了 雖然是在我的工作室 馬上開始吧,Let's go 好 再經過了一個小時的改造之後 這面破爛的牆究竟會有什麼變化呢 哇 超爽的啦 滿版耶 整個市場都是滿的耶 好爽喔 超滿版 哇 攝影棚旁邊整面的啦 好了各位 你的夢面影球有這種畫面嗎 其實我以前高中的時候真的是有 我覺得這算是我以前小時候想做的事 可是因為那時候覺得 買海報太貴 或者是那東西 對對對 因為海報一張其實賠也80 150個有 對啊 啊又不敢去跟人家要啊 感覺又很怪 對 真的不敢跟人家要啊 對啊 四成的最愛 屁啊 隔壁的台詞好不好 你說隔壁的那個屁啊 四成的最愛 不是 好啦 那各位觀眾 你們可以找出這邊有哪些動畫 或是輕小說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你可以幫我列出來 從一到七 開始要求觀眾了 有沒有 全部幫我列出來 觀眾之力 不錯 那這次呢 非常的滿意喔 真的非常謝謝他們 可以提供這麼多的海報 好不好 那以後如果還找得到更多海報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這邊延伸過去 是的 延伸過去 好啦各位那今天就在這邊啦 那我們就來上幾個影片 歡迎在明舊的新影片 然後就到這邊囉 see you 在那邊 我們在這邊 replace 我們一邊 是 有個ма 可以使用嗎